报税季到来 有使用牌照税打头证 新北市税捐机身处就提醒了 缴纳期限的直到4月底 除了可以利用多元的管道来缴纳外 拥有多辆车的车主也能申请归户 让缴税更轻松简便 路上汽机车来来往往车流众多 不过车主们可要注意了 4月1号起使用牌照税开征 缴纳期限直到4月底 我们在4月份开征的部分 是针对自用车的全期 它的课税所属期间 是1月1号到12月31号 营业用车的话是上期 它的课税所属期间 是1月1号到6月30号 常会有民众说 我的车辆只是停放在路边 我没有使用 这边要跟民众提醒的是说 使用包含了动态的行驶 以及静态的停车 所以停车也是一种使用的行为 这边提醒民众 如果有收到税单的时候 记得要如期缴纳 过去民众得亲自跑一趟银行 才能完成缴纳手势 但现在扫描缴款书上的QR Code 或是使用行动支付 都能轻松缴税 如果你今天手上有税单 我们可以怎么进行缴纳呢 你可以直接到金融机构 像是银行 或者是农会缴纳 大家提醒的是 邮局并没有帮我们做代说的服务 那如果你的税额是在3万块以下的人呢 你可以直接就进至便利烧仓 进行零贵缴纳 或者是你也可以透过 有合作缴税的行动支付APP 或电子支付APP进行缴纳 而拥有多辆车的车主也不必烦恼 透过归户服务 一张税单最多可归户五部车辆 举例来说 我是一台有9台车的车主 以往我会收到9张税单 那如果我申请缴纳书归户之后 我会收到两张税单 一张税单帮我列示5台车 一张税单列示4台车 以此类推 如果有想要申请归户的需求者呢 记得要在开征前两个月 来向我们税监机关来提出申请 如果预期未缴税 不仅会被加深最高10%的支纳金 到最后恐遭强制执行 都会严重影响车主权益